那这个Synos跟Mainlight的话呢 一般大家搜寻PARMAT都很熟悉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带给大家做个参考 那这个例子的话呢是我们同事所写的 叫做七步骤完善PICOL搜寻 那我们就把这七个步骤导入 那这是一个发生在尿科病房的一个例子 那是一个护理师 那他照顾的是一个55岁的男性的病人 那他刚接受腹部手术正在恢复当中 那他就是接受的是这个腹腔镜的微创 切除这个摄护线 然后他跟你抱怨说他的腹部疼痛 然后有恶心的感觉 那也有腹脏 那没有肠子蠕动的声音 那怀疑他是麻痹性的肠阻塞 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希望透过胶食口腔躺 这样的简单的介入方式 希望可以去预防这种腹部手术后的 病人发生受腸阻塞的几率 或者是让他加速复原 让他加速开始蠕动 那我们有这个题目之后呢 就是临床例子要转成题目 那PICO的流程大家也都清楚 所以我们就把它简化成这个题目 然后再把这个PICO导入 那我们所使用的Sino这个资料库呢 它是一个护理学专用的资料库 那跟大家平常用的Parmate的不同在于Sino它是完全收入 跟护理学有关的期刊 然后它也跟Mainline一样 它有这个就是Sino标题 也有主标题跟副标题 这样的一个就是区分 然后里面就是这些大家熟悉的护理的期刊 然后这个Mainline它有五个版本 那它都是基于在3800多种期刊当中呢 去做一个搜寻 那这边的指的Active Journal的话 指的就是它还在持续在出版当中的 那如果连停刊都算进去的话 有5000多种 那Sino的话呢可以看得到不同的版本 它的Active的Votex非OA的期刊 就是付费型的期刊 可以看得到有这一些 所以可以看得到 它是如果医院订购是最高阶版本 就有900多种刊可以用 3800多种当中 有900多种或400多种可以做一个使用 所以这个是不同版本的一个差别 那这个是不同的版本 可以看到的这个期刊 这个是最高阶的终极版的这个清单的内容 那接着我们大家就想要了解 Parmate跟Mainline 还有Sino的一些差异 那这个Mainline刚刚有提到 我现在是进到这个美国国家学图书馆的官网 那我用网页翻译把它翻成中文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边有提到 这个Parmate 它是1996年开始的服务 然后它有3400多万笔的这个资料 所以大家平常查Parmate 就是在这3400多万篇的文献当中 去捞取我们要的资料 那之所以大家需要用Pico 就是因为资料太多了 如果没有用Pico的话 随便找就是 就是几万篇的文章 然后这3000多万篇的文献呢 包括Mainline资料库 跟下面这些的内容 那下面这些内容就是 就是Mainline以外的 那Mainline这边也有提到 它是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 制作的资料库 它提供了2900万篇的文献 所以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一个对照 Parmate它3400万篇的文献 完整的包含了2900万篇的Mainline 所以它就是Mainline 占了这个Parmate 大概百分之八十几的资料量 然后它就是Active的期刊有五千多众 也就是还在出版当中的 所以Mainline它就是针对 就是医护相关的期刊 去做了一个整理 它有各科的 内科外科 附件的 或者是原治疗的 护理的都有 那我们的Thino的话呢 它的这个收入的期刊 就是以护理跟健康照顾为主的 所以他们收入的这个期刊主题 是不一样的 所以Mainline的话 或Parmate的话呢 它有护理的刊 但是完整度没那么高 所以为什么要使用Main CNode的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个 然后它也提供这个Mesh 医学主题词 那我们公司跟这个Parmate有合作 就是跟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合作 我们把这个Mainline呢 取得授权之后 把这两千九百万篇的文献 跟这个Mesh 都搬移到了EBSCO平台 所以大家就可以在EBSCO平台 取得更多的全文 那搬移过来的目的就是 我们公司跟这个 这五千多种期刊 后端的出版社谈合作 把这些出版社出的期刊呢 取得了授权之后 放在我们的平台上 所以这个Mainline五千两百多种刊物 那可以看得到呢 如果是透过EBSCO的 终极版 就目前我们月内订购的 可以看得到Mainline的终极版 它有就是非OE的期刊 提供 百分之三十一的资料 是可以使用这个全文的 那这个是 还有就是OpenSS的部分 所以如果是免费的部分 加我们的那个内容 加起来就是百分之四十九的资料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的全文数量 其实蛮多的 那这边可以看到这个数字 那可以看到右手边的 这个Mainline Ultimate的终极版 那它有1600多种的期刊 那这边也要跟大家提一下 所以我们的这个覆盖范围感觉 蛮大的 这个Mainline Ultimate就是说 Mainline这五千多种期刊 它去取得授权的全文 也就是全部的期刊全文 都是Mainline有收入的 它不会去找Mainline以外的 然后在1600多种 它这边有一个With No Embargo With No Embargo就是 你能看到极其的刊 只有三百多种 所以这边要跟大家提一下 我们不是1600多种的期刊 每一本都能看到最新的文章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资料库 就会是一个天价 因为整个Mainline资料库 五千多种期刊 那我们公司有去计算 它的订购金额 它要三百多万美金 就是一年它要花 就是大概三百三千 就是大概一亿台币 超过一亿的台币 你去才能去看到完整的 所有的这Mainline 五千多种集齐的期刊 那没有医院会做这种事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些期刊三百多种 是可以看到集齐的 那剩下这一百一千多种的话 因为越南还有订购其他资料库 或电子期刊 那有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 这边是Mainline的 订购的我们的终极版 那这边就是一些 可以看到最新的期刊的一些资料 那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我们有完整的清单 如果需要我们再来做下载 那我们再来跟大家回顾一下 刚刚提到的Tenemate 它是提供Summary的 那现在我们的Mainline Cenote 它是个别期刊的研究 那我们接着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Pico生成之后 就是丢进去做搜寻 那这个画面的话呢 可以把Cenote加进来 就是这边有一个选择资料库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Cenote 就是也打勾 那我点OK之后 我就可以看得到 我现在同时搜寻Cenote Mainline这两个资料库 其余的部分像电子书 其他的也都包含在里面 那有兴趣的话 可以一起做勾选 然后右上角的界面语言 我们可以把它设成中文的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搜寻 那如果是我们刚刚的这个 范例的话 那我们就把刚刚的关键字 丢进来做搜索 那我们在搜寻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提示几个重点 那搜寻的重点的第一个就是栏位的部分 栏位的部分的话呢 如果大家有个别的栏位去做搜寻的话 可以勾 那不勾的话 我们预设就是也从全文内检索 就是可以去搜寻全部栏位 然后这个关键字完成之后 下面这边的全文要不要勾 主要是如果我们今天是以实证的目的 去做搜寻的话 希望搜寻比较完整的资料 那就会建议大家全文先不用勾 那我们希望搜寻近五年内的文章 我也可以在这边呢 去选择 然后日期可以先指定 那再往下大家可以看得到 会有针对Main9的一些条件值 跟Sino的条件值 那我们在搜寻文献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搜寻的是 证据比较强的文章 证据比较强的文章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证据的金字塔 如果是一般的搜寻 大家搜寻世代研究 搜寻招呼计划 搜寻个案报告 都可以 那如果我们搜寻的话 是希望搜寻 证据比较强的文献 那以实证为主的话 会建议大家 至少勾这三个 也就是至少要勾RCT 那也可以找到系统性回顾 或Meta-Ernestis的文献 那在我们这边的话呢 它跟PiMate比较不一样 PiMate的话 因为它这个资料库 就是完全以Main9为主 Main9占百分之八十几嘛 那我们的这个 就是这个PiMate的话呢 左手边的筛选栏位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找到 RCT 系统性回顾 临床试验这一些 那我们的Sino 还有Main9 还有包含EBSCO的平台 还有电子书 还有超过400多种资料库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 针对EE的资料库 去做一个使用 所以这边的话呢 如果要特别去做勾选 RCT这一些的文献 就要到进阶检索 下方这边 Main9 Ultimate的 出版品类型 去做一个勾选 这边的勾选的话 按照字母来排 所以我要找系统性回顾 先拉到最底 就点系统性回顾 那点了一个之后 再点第二个 它就会跳掉 所以如果有复数的选择的话 要选取一个之后 按住键盘上的Ctrl键 然后再按RCT 再往上一点 点这个Main9 所以我就在Main9 当中指定了 这三种的文献类型 那这三种是一个或的关系 这个文章的话 是这三种其中一种 就可以 然后这边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Signote Signote的话呢 它这边会有一个出版品类型 也是一样的 那它们两个都是医务的资料库 所以我一样拉到最底 找到系统性回顾 然后再往上找到RCT 再往上找到Main9 那这样我按一下检索 我所制定的条件 就全部会套用进去 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样子呢 搜寻到的这个文章篇数 好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如果我要搜寻全部的这个文献的话 建议大家用全文 这个全文现在30篇 那我用这个全文是指全部文字 那就变成95篇 所以大家可以用这个全部文字 来做一个搜寻 那我现在在Signote Main9找到这些资料 左手边可以筛选 你可以看得到年代这些都选好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下面这边会列出Signote找到几篇 Main9找到几篇 然后年龄层这边有需要 可以再做一个筛选性别 那出版社 就是这个文章是哪一个期刊出的 期刊是哪一个出版社出的 都可以做筛选 然后这边的排序是相关性 那我们现在都用这个Google翻译 所以你可以按滑鼠右键 这边会有翻译成中文 那我现在显示翻译成英文 是因为我用的是英文版的这个Google Chrome 然后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看得到全文的部分 它有的有全文 这边如果是空的话 就代表没有 没有的部分大家也不用担心 你可以点文章的连结 点文章的连结 进来之后呢 一般文页 网页的最下方 都会有个DOI 那这个DOI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这个DOI 那点几第一个连结 通常就是 那点这个Votex的话呢 会带你到出版社的这个网站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一篇的文章要40块欧元左右 那这40块欧元的话 就1000多块台币 那有的时候图馆有订购这个电子期刊 你也可以直接看到全文 所以没有全文 你还可以点进来看到这个DOI 那如果有全文的话呢 我们有两种全文的格式 就是PDF或HTML全文 那PDF的话呢 点开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右手边呢 你可以做文章的寄送 那或者是直接存到你的Google云端 那你要存到Google云端 要输入你的Google的帐秘 那email的话 你可以把文章寄到自己的信箱 那右手边的话呢 你可以去把这个文章取得 它的引用格式 APA AMA 直接复制贴上 那如果我们需要的话 可以汇出到A-Note RefWalk 或免费的 或下载CSV 都可以 那这个是我们的PDF 那它也可以下载 这边的下载的按钮按一下 然后我们的这个文章 它这边会有HTML全文的话 它就会附带额外的两个功能 一个是翻译 这边的翻译就不是Google的翻译了 这个是我们使用微软的API 微软的API的话呢 你可以翻成文言文 或者是粤语或繁体 那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选了之后点翻译 那这边的就是英文的这个文字 它是可以做朗读的 如果我们直接点这个Listen的按钮 它会从标题开始念 那如果我是只要听某一段落的话 我可以去圈选这一段 那我们这边的预设点Listen 是听美国人讲的 那如果你要换成英国人的口音 有一个三条线 点这个Reading Voice 切换成英国的女性 那点Listen 它就会用英国女性的口音 把这一句 那它除了讲读给我们听之外 这边有个Download MP3的功能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资料呢 下载下来 所以就是声音档的部分 所以大家开车或者是搭车骑车的时候 也可以练习一下听力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Sino跟Man9 我们如果是要在这边去搜寻我们的 跟实证有关的资料的话 建议大家在进阶检索先做一个设定 那如果你搜寻完才要做切换的话 它也可以在搜寻完的出版日期这里呢 看到有一个显示更多 那这边你也可以看得到 刚刚Go的条件值 一样会出现在这边 Man9 Ultimate的一个条件值 跟Sino的条件值 那其他的条件值 也可以依据我们的需求 这边的Sino条件值 它有一个不包括Man9记录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先查了Man9 先查了PartMate 那我查了PartMate之后 我想看一下Sino 有没有自己有的 然后我就可以去把这个Sino 里面的不包括Man9记录打勾 它就会把 它有收入的Man9的刊 就是去除掉 这边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Sino有3800多种 还在出版当中的Active的期刊 那Man9有5200多种 那它们不是完全都不重叠 因为那个Man9 它有一些护理的刊 这些护理的刊 它也有收入在Sino当中 所以它们会有一些重叠的部分 那如果我要排除 这个重叠的部分 我就勾这一个 或者是RCT 也可以直接在这边勾 或实证实物的文献 也可以做勾选 所以这个是 我们如果搜寻的时候 要做一个筛选 可以在出版日期下方的 显示更多 找到这些的条件值 那这个是我们的 Sino跟Man9的使用 那如果我们要使用的话 就通过图书馆 刚刚的入记 我们下期之后 可以 使用 如果你